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大家状态怎样 几个月前当志豪指示在预备这个营会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 弟弟 他是我弟弟吗 你觉得我们会有我们 在这个营会他们想得到的是什么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我就这样问他 他给了一个叫我喜乐万分的答案 他说 我认为大家都想听到 他讲的 特别 朱牧师请你多讲道 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间我讲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真的是越来越属灵了 但是这个也给我很多压力 所以我特别上周一整个礼拜 我就又想到要去美国 又想到这次的营会 然后我就很挣扎地这样预备 每一次很辛苦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弟弟讲的那句话 他们要听到 你要讲到 你要讲到 所以我心里面被他这句话 激动我 一直激活我 然后在很软弱的那种光景 然后就预备信息 所以从六堂变成八堂 就是这样了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一个事实 就是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软弱 所以要截止 这个营会高潮还没有到 你们如果第一天就跑一百米 冲到完 你第二第三第四天 没有办法听到 慢慢来 吃啦玩啦做什么啦 慢慢来 然后见尽性的 然后尝到主恩 尝到主的带领 一步一步这样的 灵性也可以享受到恩惠 肉身也享受到恩惠 好不好 阿们 OK 那行 那么现在 我们回到 这个第二段 那各位 我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信了主 活在光中 也愿意要爱神 爱教会 但是为什么 很多时候 不由自主的 慢慢就失去爱主 爱教会的心 然后就对教会 开始漠不关心 然后师父呢 也是 维持性这样做 就好了 你就发现 每次这样的光景 一来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面 也感到内疚 但是呢 内疚 不会给我们力量 我们就一直被这样的 倾向拖拉着 然后 渐渐地教会也软弱下去 我自己 生长在一个长老会 那以前我们在这个学生团庆的时候 有导师教导我们 那其实他们很忠心地这样教导 后来他们也成为教会的执事 那么在这个光景当中呢 我们学生们呢 当然我们看导师的时候 哇 他们是很属灵 他们各方面讲的话 都是从神 神的话而来 所以我们当然是束缚 但是教我们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他们结婚了 然后有孩子了 他们就迫不及待的 快快想放下服事 甚至放下这个执事的位置 所以有一些呢 他们就是在投选投票的时候呢 就是有跟牧师说 牧师你帮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真的最近工作啊 家庭太忙所以我们要放下服事 然后呢 牧师就讲了几句 然后大家投票 后来就没有选上他们 因为众人都会了解他们的难处 然后完了之后呢 耶 现在到你了 现在你做执事了 我们已经自由了 然后忽然间呢 我就懵了 我就讲说 曾经这么羡慕善功的 曾经教导我们 怎么敬虔爱主 背起十架跟从主的导师 执事也好 为什么 当他们有了 进到人生的有一些阶段的时候呢 为什么他们马上觉得说 服事是一个重担 甚至担任教会的执事是一种重担 我很感谢主的是 我们没有一个执事想卸任 所以他们就变成终身制了 所以他们叫我很感恩的地方是 大家都很看重那个指纹 也看重他们的服事 这是我为生命堂感到其中一个最自豪的地方 因为我们从起初开始 就是终身制 也的确人在当中有软弱 但是也被这个终身制来挑战 但是我来自的宗派 叫我看到一个事实 真的是 这个爱神 爱教会的心 是如果我们不谨慎 不由自主的 这个心就消化掉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各位当中有没有答案 为什么我们会慢慢 不由自主的 失去那起初的爱 有一个很重要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很潜在的仇敌 就是世界 世界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翻开约翰一书 好吗 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在这里给信徒一个非常警戒的忠告 第十四 二章十四节 这个地方你看到 他向谁说 小子们 我曾写信给你们 小子们啊 其实指的是什么 也可以指 当然是年轻人 或者信心又嫩 信主不久的人 当然都是指基督徒所讲的 下面十五节 马上有一个忠告 说第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各位 这个世界 这个字出现了 差不多五次 世界是什么 各位 我们很多时候 一听到世界的时候 想的是地球 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 地球 但是圣经一直反复告诉我们 世界不但是一个空间层面的地方而已 它是这个地球里面 这个现世里面 一个抵挡神 抵挡教会的存在势力 存在势力 有圣经用三方面来形容 这个敌对的势力 教我们特别特别要谨慎的 不要爱世界 不要爱世界 甚至圣经不是说 你要跟世界拼命 打赞 也不是讲这个 主耶稣已经得胜世界 但是你要记得 不要爱世界 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有三方面来讲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要谨慎的 这个会导致我们今天 渐渐地 对神的心冷淡 也对教会的事情 慢慢漠不关心 这是我们人生 千万不要走到的一个悲剧 所以这三方面是什么事情 我们常讲 但是我怕我们 只有知道字面上的意思 不知道那个真意是什么 第一是什么 什么肉体 回答我 的情欲 各位 这个肉体的情欲 第二 什么 眼目的情欲 第三 今生 只有在今生 夸耀的不得了 因为有一个 今生的 骄傲 你走完今生 快要结束今生的 你看你还夸耀什么 你还骄傲什么 对不对 但是就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 骄傲的不得了 自负的不得了 这三方面 这三方面 叫我们不爱神 也不爱教会 对教会的心冷漠 所以各位 好好地听 这三样东西 我们先问 情欲 很多人对情欲 这个字 不太理解 到底指的是什么 各位 我曾经讲过一个信息 我讲过情欲 和渴望 有没有不一样 情欲和渴望 如果我们用英文字来讲 desires our desires 都是用情欲 渴望 我是故意分出 这个两个字 因为 情欲 圣经所讲的情欲 圣经加上一个字 有时候圣经用lust 有时候圣经用sinful desire desires OK 但是我现在 要跟各位讲的这个事情上 请大家好好 先注意 那个细微的不同 渴望 desires 这个是中性的 我曾经讲过 中性的 这个是人性里面 很自然的倾向 比如说 你做一个学生 你渴望把书读好 有错吗 没有错 工作的人想把事业做好 没错 到了年龄 渴望结婚 结了婚 渴望有孩子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渴望 我们渴望 有时候我们 做事工的 渴望把事工作的尽善尽美 讲最好的献给主 各位 这些都不是错的 这些都是神愿意我们有的渴望 因为渴望会触动我们的意志 激发我们的意志 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是健康的 但是情欲 这个 lust 或者sinful desires 这个是一种混乱的渴望 混乱的 是一种无节制的渴望 有了 还要再有 再多有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不健康的渴望 那个不只是指 好像一般上我们人情欲 性欲 这些东西 不是 这个人有种种混乱的欲望 种种的那种贪欲 贪钱 贪色 贪吃 贪享受 贪名誉 贪人的称赞 所以这些混乱的 无节制的渴望 不健康的渴望 所以当我们讲到肉体的情欲的时候 各位也要明白 肉体这个字 指的不是body 不是身体 圣经讲的是 flashed south 这个意思 这个flash 所以肉体的情欲 肉体不明白圣灵的事 所以当我们讲body 我们的body难道是抵挡圣灵的 不是 我们的flash 里面有一个绝对不愿意寻求或顺服神的旨意的那种倾向 那种老我 在我的肉体 肉体里面 这个东西常常叫我不顺服圣灵的应答 不顺着圣灵心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当我们讲肉体的情欲的时候 那个不是body 那已经是被最污染的一种性情 它里头没有顺服神的意思 肉体的情欲所讲的就是 注意听 如果我用很实际的话来讲 就是一个人 是完全以满足他肉身的感官为中心而活 OK He lives totally fully centered upon the bodily senses OK 他是只有要满足 以这个满足肉体的感官为中心 所以不只是贪吃贪玩这样而已 甚至也包括一切的享乐方面 追求情欲的满足 然后丢弃道德 甚至 有些人是累积很多的财富 累积也是一种肉体的情欲 或者很奢侈 奢侈的生活 也是为了要满足肉体的情欲 那些只是举动 有一些是省钱 有一些是随便花钱 其实最后都是要满足 这个肉体的一个情欲 各位你想想看 在这个里面 他一切所做的都是满足肉体的感官 他的sense 他感觉到很危险 要积占很多钱 他感觉到每个人都享受 我也需要享受 就随便花钱 他感觉到这个物质很重要 所以这个里面没有上帝 只有这个感官 这个感官是他的主 这里头没有要满足神 没有要遵循神的旨意 那我们问 如果一个人是以肉体的情欲来活 他会爱神吗 OK 当然不会爱神 但是他会爱教会吗 当然不会 因为他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动力 人生进行的每一件事 是跟爱神爱教会无关的 所以罗马书13章告诉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所以我们信徒要很谨慎 尤其是放纵私欲的倾向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加尔文说一句话 给我们好好生死 他说当一个人 当一个人 向往一个温和 优美的人生 OK very soft and delicate life 当一个人 向往一个 温和 优美的人生 他活着的唯一的目的 是要按 自己的方便而活 He lived by convenience 因为这句话 也叫我们思想 有时候肉体情欲 人家说 这些人去嫖妓 他们是肉体的情欲 我可没有做这些东西 这些人很贪钱 整天赌博 肉体的情欲 我可没有做这个 不是 你们注意 这个肉体 潜伏在人 那个罪性里面的 那个不顺服神的 那个地方 那个与圣灵交战的 那个东西 他其实有一种梦想 我要在这个地上活 活得很舒服 活得很优美 或者high life 很美好的一种人生 所以 他不愿意受苦 他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背起十字架 他就是以方便 只要方便就好 什么叫方便 合我的意思 就好了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信徒他在教会 他是这样的 我来到教会 如果要我多参加一点聚会 不方便了 如果要我服侍一点 这个会影响到 我要跟罪人接触 很多 很麻烦 不可以 其实你问 他到底被什么影响 为什么一点点不舒服 一点点不方便 不忍 因为 其实潜在他里面的 是一个肉体的情欲 我现在要跟各位说的 这个呢 跟其实世界的人 差不多一样 所以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有真理光照我们 我们更是要了解 更是要认识 所以一个很著名的清教徒说 肉体虽然叫我们感到很舒服 但是他随时随地 是会把我们丢给世界 交给撒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事实 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感官来活 不管是吃方面 性方面 物质方面 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方面 喜欢的那种方便 这些东西都跟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是无关的 无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东西绝对不能叫你爱教会 更不能叫你爱神 OK 这是第一 各位要非常谨慎的地方 所以我们所爱教会 我们知道这些是潜在的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怎么应用 第二 眼目的情欲 这句话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简单来说 什么叫眼目 眼目就是眼睛 你看的 所以你一直看你所恋慕的 一直看 不管是物质 不管是男人 女人 不管是别人拥有的 你现在没有的 别人在享受的 你享受不到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的眼睛 一直在看 当你看下去的时候 你的心就开始变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讲情欲 刚才我说什么 是一种无节制 混乱的渴望 欲望 但是你的眼睛 当你的眼睛一直追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欲望 这个渴望 你一直把眼睛放在那边 然后你就发现 有加倍的试探就会来 加重的试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眼睛是那个主要会引起我们人 受到试探的一个主要器官 你记得吗 夏娃尔他 看那棵树上的果子的 好作食物 也越人眼目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出现 所以 撒旦 撒旦 试探他的时候 对不对 他跟那个蛇交通 后来 他交通到一个地步 他的眼睛 就看那棵树的果子的时候 越看 越喜欢 越人眼目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多少次我们的犯罪 多少次 很多人的犯罪 我本来不想做 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去做 中间是什么 他们在看 一直在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 最伟大的君王 大卫 他看到别是巴西枣的时候 其实呢 应该怎样 他应该学约伯 我与我的眼睛立约 跟你的眼睛立约 不要就是连连 沾望处女 对不对 那个约伯记是这样讲 所以约伯是真的是一个 这个东西 哎呀 会试探的 不要看 对不对 现在你看 不要试探的看 一直看 再看又看 对不对 这个手机 你不要看它跳出来 所以你越看它 它又越跳出来 这个是恶性循环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叫人的眼睛犯罪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 叫人的眼睛犯罪的时代来 你继续看 你的心就会动 然后呢 连你没有想象的 有一些的事情你做出来 然后淫乱你犯出来 然后呢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的 你去拿 你去偷 这些都是因为你看造成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 主耶稣说 眼睛是身上的灯 若眼睛昏花 全身就黑暗 各位 眼睛啊 你看什么 是你的身上的灯来的 所以你看什么 你会追什么 你会动什么 你会想什么 对不对 这个东西 眼睛来的 所以一旦这个 应该给你发光的 给你看到东西的 那个 给你看见光的 这个一按起来 全身不用讲 你全身天天进行的 做的 每样东西 你就发现 是在黑暗里面行 当我们一直看 色情的东西 当我们一直看 这个股票 上 下 上 然后一直看到这个世界的人 怎么享受人生 high life 甚至我跟你们说 当你们看到你们的弟兄姐妹 他们去哪里玩 他们吃什么 他们做什么 这些东西 你就发现你心里就会产生 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 出来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常发现 那种心里状态 其实就是叫你不爱神 也不爱祂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一定要记得 神给你的 最宝贵的 这个眼睛 你要用它 看什么 这个是你绝对 有责任的 你要为自己负责的 你一定要发觉 你的眼睛 和你的心 的那个关系 然后谨慎 不要一直跟 看黑了 看黑 不要这样 我再讲一遍 Your eyes and your heart 这个两个东西 是如果你确认得 更清楚 你更懂得 在这种世界的试探来的时候 你懂得怎么逃离 懂得逃避 因为这个眼睛 跟心的连接 脸睛跟心 是最靠近的 最靠近的连接 也最快产生一种效应 如果你的眼睛 一直看一辆车 你下面就是想买车 姐妹看一条裙 看 下面就想买裙 你看到一个职位 你就想要拥有那个职位 你看到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你的心动了 你就想跟他在一起 你没有想他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或者他爱主吗 或者我这一生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理念跟我一样吗 因为你的眼睛已经看了 你的心已经动了 所以你没有想那些东西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这个里面 你绝对没有再多想的 就是神的旨意 绝对没有再多想的 就是神的旨意 眼睛一看到 心上钩 没有截止 再也没有考量 如果你现在听这篇道 你发现 牧师我有这种倾向 我真的有 你要治死他 治死身体的恶行 圣经说 这个里面 没有爱主的心 爱世界的 爱父的心 不在他里面 那是你的救性 你要脱去 你要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你要伸出那个 能够看神的话的眼睛 你要爱你的弟兄 或者你的姐妹 你要伸出那个 能够看到他生命的可爱 有时候看到他的软弱里面 也是他的无奈 他的无助里面 你要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懂得 用你的眼睛 看对东西 不要看自己要看的 要懂得用眼睛 来查验何为上帝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就会越走越爱主 越会爱弟兄姐妹的心 也会生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句句都是很重要的话 眼目的情 你看什么 明知道它是情侣了 再看 再看下去 真的不能自拔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地方 有懂得打属灵的战争 懂得节制 懂得逃离的 这样的基督徒 我知道 这个生命 就是能够被神所用 没有这么容易爱世界 第三 有一个也是很厉害的东西 今生的夸耀 今生的骄傲 各位 今生的骄傲 其实是一种自满 自负的心境来的 他渴望荣誉 渴望称赞 他渴望人的鼓掌 人的认可 甚至他渴望生活中的一种优势 所以我刚才说 有一种high life 对不对 好像我能够过这样的人生 然后我让人知道 我住这样的房子 我开这样的汽车 我过这样的人生 那这种优势 各位 这个就是字面上 直接的意思 有一种今生的夸耀 其实这里说今生的骄傲 翻译是这个 希腊文 grit的一个原意的意思 其实是有一个夸耀的意思 夸耀 有一个 bragging 然后再加上什么 有一种虚伪 虚伪的夸耀 pretentious bragging 你们明白吗 希腊文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pretentious bragging 所以有时候我们叫他 今生的骄傲 有时候我们讲今生的夸耀 为什么叫夸耀呢 因为这种骄傲 是也很潜在的 好像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夸耀到他的银行里面 好像很有钱 他花钱的时候大手大手 各位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人没有钱 为什么他花钱这样啊 好像没有想的 其实潜在里面是一种夸耀 我这样花钱 对不对 显得我很有钱 然后叫旁边的人也看得起我 各位 里面这个罪的东西 不是你外面做的 是里面的东西 仇敌在人的心里面 有时候呢 有些人 你跟他讲 哇 我最近去泰国玩 去马来西亚玩 比如说你们这是回去之后呢 你的家人问你 或者有一些亲友问你 你去哪里 我们去马来西亚玩 你们去哪里 马来西亚 泰国啊 我去年也是去 我去年去美国玩 我去年去欧洲玩 很奇怪 为什么他跟我讲 他去美国 去欧洲 我现在在跟他讲 我去马来西亚 泰国 但是其实他有一种潜在的夸耀 明白吗 有一种pretentious 有一种虚伪的意识在里面 我比你有钱 我比你更幸福 我比你更有条件 特别 各位 我们常常会想要夸耀的 都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一些 只不过比较优势的一些条件 有时候呢 你们有发现 我们也其实很健康的一种 关系里面 有时候我们人最容易夸耀的是什么 你最喜欢夸耀谁 有时候无形当中夸耀你的配偶 有时候无形当中夸耀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怎样怎样 我的丈夫做了什么什么 我的太太怎样怎样 不由自主的 人家在讲他的孩子怎样 你也讲我的孩子也讲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呢 一不小心我们做父母的 一下子就是好像 又要讲到我的孩子 当然 当然 我不是说 我们不能跟我们的肢体分享 我们家庭的事 或者我们孩子的事 或者我们为他的开心 或者喜乐的事 这些是可以分享的 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在一间教会里面 真的要彼此相爱呢 我们要学习 将彼此所爱的家人 当成自己的家人 我的孩子好 你们为我开心 你的孩子不好 我也与你一同为他揪心 为他祷告 我们不是无形当中 潜在当中成为一种比较 谁比谁优越 谁比谁幸福 我们要除掉今生的夸耀 今生的夸耀而来的那种 比较那种夸耀 是不能叫我们成为一个 能够彼此真诚地对待 用爱心说诚实话 与忧伤的人一起忧伤 与喜乐的人一起喜乐 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这样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谨慎 这今生的夸耀 会叫我们和我们旁边的 肢体的关系 会出现有一些 很微妙的一些东西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今生的夸耀 绝对会阻拦我们爱主 爱主的教会 今生的夸耀 也会叫什么 不但一个教会 彼此弟兄姐妹之间 也会叫一个堂会 跟另外一个堂会的人 比较 谁的人数比谁的人数多 会不会 常常会发现 谁的施工 谁的教会的阵容 比另外一个教会的阵容 施工大 这是常常 这种东西呢 是教会里面的毒药来的 各位 我们愿意爱神 也愿意爱教会的人 各位绝对要常常提醒自己 谨慎自己的心 不要爱世界 不要爱世界里面的事 像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夸耀 因为爱这些的 爱父的心 爱教会的心 爱弟兄姐妹的心 不在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然后呢 圣经又说一句很重要的话 各位注意听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什么 过去 这句话很重要 都要什么 过去 You will be over Very soon 不管你赚多少钱 你多优越 多有恩赐 多幸福 多享受你现在 你肉体的 那种感官的东西 你的眼睛看到的东西 叫你多爽 这些都会过去的 因为慢慢你会老的 你老了之后呢 你吃什么 三真海味 没有味道 你老了 你眼花了 对不对 你看什么东西 那个色彩 没有进来 这些都会过去的 甚至你多成功 慢慢 人都会遗忘你 甚至我这样讲 接续你的人 一定会来 主牧师有一天 一定会慢慢老 然后接续我的人 会出现 那个时候呢 不再有人叫 主牧师 主牧师 有些人讲 林牧师 王牧师在哪 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 这个曾经被众人 这么看重的一个牧者 那时候要学一个功课 说其实一来都不是我 是主 对不对 我只是他的器皿 所以现在就要学 你现在就要学 你现在夸耀你的孩子 的确他很孝顺 他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他会长大 他有自己的人生 你老了 然后慢慢的 他给你安享晚年 然后呢 他就会慢慢这样 完了怎样 你就发现 他没有什么时间来看你 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他的人生里面 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也有忙着的事情 他心里有你 但是呢 到一个地步呢 然后你走了 到了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他也是会 他为你难过 之后也是忘掉你的 讲实在的 有时候呢 我们忘记离开的人 这也是神的一个旨意 因为我们也不要被离开的人 一直拖累我们的情感 那个时代过了 摩西的时代过了 连他的尸体 神就叫他不要 不要让以色列人 找到你的尸体 然后叫他走到摩西亚山上 然后呢 不见掉 他的那个身体不见 对不对 为什么 要以色列人忘记 只有记得他留下来的 律律典章法度 然后呢 跟从神所定的约苏亚 来进入迦南 你们了解吗 所以呢 到最后呢 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是怎样 活在神面前 你得到万众瞩目的时候 你要活在神面前 你被遗忘的时候 你要懂得活在神面前 你总是要活在神面前 但是 这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夸耀的事情呢 总是叫你没有办法 放掉这一切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切都会过去 下一句话说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 永远长存 所以我可以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 当然直接的意思 这样的人是 他得救的 他有永生 永远长存嘛 对不对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这一生所做的 他工作的国效 神会纪念 神会使用 所以有一些神的仆人 他们一直到最后走了 走得也非常荣耀的时候 他们一生的国效 伴随着他们 就是说 人是离去 走到那边 神把公义的冠冕给他 但是他的作品 他的讲道 他的见证 他帮助的人 其实一代一代 就是纪念那个东西 各位弟兄姐妹 你的孩子 可以记得你的孝顺 但是你的孩子的孩子 孙子孙女 不太会纪念你的孝顺 但是你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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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纪念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爱主的人 那个见证 三代四代五代都会传 明白吗 所以这个世界能够看得到一些东西的 有一些东西 是只有你影响那一代下一代的 但是要 事事相传 那个东西 你会发现 跟属灵的东西有关 神要留住那个见证 神要留住 你在他面前得的亮光 看见 属灵的眼见 留给下一代 因为对下一代下一代的人都有用 尤其是你讲的话 你做的见证 你高举的那位神 是timeless timeless 不会因时间淘汰 所以你的孙子 真孙子还会记得那个 你们明白吗 所以这样的人 永远长存 他们所做的 神都会记念 各位 要不要 如果我这样讲的话 大家还是没有感觉 永远长存 神永远我现在还在地上 所以我现在最后这句话 我给各位吧 我讲的落地一点 落实一点 让你们能够确认 到底这句话 我们要怎样的应用 各位 我这样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有不同的阶段 We have different seasons of life Different phase of life phrases of life 我们都有人生当中 从生出来 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 神为我们定了一个阶段 生有时 死有时 对不对 然后中间很多时候 都是按神的时间 那个season 上帝定的 我们做学生的 现在最关注的是什么 我带年轻人的时候 每次 有没有祷告题目 考试 除了考试还有什么 作业要教 所以讲来讲去 还是课业的东西 最关注 所以学生你一问他 就最关注考试 最关注学业的 工作的人 你问他什么 他最关注他事业的前景 特别他刚出道工作的时候 然后二三十岁了 快要到三十了 如果 那个时候八字还没有一撇 那最关注什么 家娶的事情 对不对 没有男女朋友的话 就很关注 结婚啊 人生大事啊 结婚之后呢 甚至有孩子 有孩子之后 关注孩子 有时候也不由自主 常常夸耀孩子 然后呢 你知道在这个season里面 这些东西呢 不是永恒 都会过去的 但是他就是在 那个different season 那个阶段的时候呢 他要抓住你的心 短暂的时光 原来七八十年 能够换永恒的那个时光呢 这三样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事呢 就要抓住你的心 所以 你事业有成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呢 你会把所有的光阴 放在事业 你也很容易夸耀你的事业 然后在那个阶段上 你会发现 情欲啊 然后你看的东西 眼目啊 夸耀的东西啊 就是那些东西了 但是各位 我现在问一个很重要的话 当我们读到 约翰一书二章 不要爱世界 现在我们问 有多少人 因为爱神 也爱神的教会 在那个一般人 都会遇到的阶段 他做的 追求的 向往的 与一般人 不一样 在那个时候 可能一般人都会设法 要满足情欲的 满足肉体的情欲 但是呢 他不会满足 他有节制 然后不会把自己交给其 在那个阶段 人很容易夸耀的 夸耀自己有的 夸耀自己的孩子的 夸耀什么的 夸耀自己 什么都有 但是他不夸耀 他的心满足于主 荣耀主 一个年轻人 一个 单身的时候 他很想结婚 但是呢 因为爱主 爱主的教会 他愿意 在这个事情上 他自己心里面担心的是 他顺服主 然后不要乱找 主啊 我要找的 也是一定是你给我的 你给我的 一定是为了主 跟主的教会 的荣耀有关系的 一定是这样 所以 他就跟一般的年轻人 在那个年龄 会追这个 会背这个东西来捆索 会一直过度的 过度的 无底线的 无节制的 追求有一些东西 并不是不好 但是有时候 因为他没有 寻求主的旨意 他过度的追求 所以有一些年轻人 你看得到他的节制 他的满足 有时候他单身的时候 很喜乐 对不对 有一些呢 你看到闷闷不乐 一直挣扎 也不知道什么事 可能是感情 可能是事业 可能是 就是这些 一般人都关注的 抓住了他 其实他不知道 潜在的力量 就是这些世界上的事 或者一对 一个父母 有了孩子 所有的父母 都会关注孩子的学业 孩子接触不接触 但是他最关注的是 孩子呢 在教会长大 懂得敬畏神 然后懂得看重 他跟肢体的关系 然后你用主的教训 来养育他 多少父母的重点 放在这个 多少父母 大致上的 因为为孩子的一些理想 可以牺牲教会 牺牲教会里面 原来有永远的关系的 那些关系 牺牲这些东西 然后只有 暂时追求 然后这个追求完了 课业考完了 工作找到好的 OK 现在我们才回来教会 孩子不回来 因为他忙着试验 你们了解吗 所以这个season 这个阶段是上帝试验我们的地方 我跟各位说 我在预备这篇道的时候 我一直祷告说 主啊 到底谁是你认识的人 日子过了 这个人不但是你认识 一般的人 看他都不一样 一般的人 看这个人 跟我其他的朋友不一样 其他的朋友 这种条件都会夸耀的 他不会夸耀 他好像 其他的朋友 就常常不满足的 他很满足 他有主 他是认识基督教 各位 因为人都是这样的 人每次都是 我在这个season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 我用我经历的这个 来看你 你也在乎前途 我也在乎 我知道你现在 很在乎你的孩子 我也是 所以我用这个眼光 来看你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你每次 做什么相生 都是为你的孩子 我也是 现在我们老了 你很担心健康 我也是 你看哪一个医生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 其实用自己的处境 那个season 他在人生经历过的 来看另外一个人 所以都不看好他 因为如果他自己里面 都是很自私的 他自己里面都不靠主的 他一定想 你也是不要靠主的 你要追求 你要追的 对不对 虽然口中讲 有上帝 但是其实你都是要追 你自己要追的 都是什么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夸耀的东西 直到一个人被你说服 他真的是 与神 与主的教会 与服侍主的教会 与教会的使命 为满足的 你跟他在一起 五年十年 你想回去 这个人 他是神所认识的 所以我在预备 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一直问我自己 一句话 这次的营会 两百多个人 男女老少都来 年轻人 有没有 在当中 在读书的 他是心里面 读书的时候 尽力而为 但是渴望 不是跟一般的学生一样 他是渴望 把书读好之后 将来我被主使用 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 不是26岁 从大学毕业之后 那个时候服侍主 大学毕业 做工两三年 服侍主 文刚长老 33岁 他毕业之后 就是做工程师 做了六七年 然后之后 其实都是在我们人生 黄金的时候 这样服侍主的 所以我们的施工 是有一个时间的累积 有那个根基 对不对 唐重荣牧师是40多岁 才出来募会 因为他之前是教神学 所以他在之前 教神学的那 十多二十年 累积起来的那些 服侍的经历跟果效 然后之后他建教会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生命堂是什么 我们年轻 年轻的状态 26岁 我就开始这样服侍主 然后到40多岁的时候 你说为什么牧师 你海外教会可以 大陆教会十多个 这样建立起来 其实那个累积起来的 其实我跟你说 当一个人 把他最好的光阴给主 在那个season 每一个人都要过 那样的人生的时候 他走不一样的路 神会证明 但是不是马上 一定是接着时间 然后现在看 40多岁的祝牧师的时候 你们不要只有看现在 你要看回去 他20多岁的时候 他做什么 这是神的恩典 所造成 那我们年长者 我今天也看到很多年长者 他们就是跟我们 大家一起来到这个营会 我是很开心 因为每次 我牧师下来的时候 其实握我的手 最多的不是年轻人 是年长者 年长者很会握手 可能讲了这个 下个礼拜很多人就握手 但是年长者有没有一个像迦勒一样 迦勒说什么 迦勒最伟大的宣告是 我当日力量如何 今天也如何 有没有 他在打那个西伯伦山的时候 他跟约束亚说 你祝福我 当日摩西 神的仆人应许我 这片山地是我的 给我的后代为基业的 你祝福我 我当日力量了 今天如何 所以 我不要讲自己年老 你一定要做异梦 有一个 人的身体老了 心 心是要年轻 什么叫年轻 不是说再去穿 阿狗狗 不是这种年轻 年轻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会只有想到 我这个时代过就完了 我何必去多想 不是 年轻的人有活力 他会想 我们要传承 我们要为下一代人祷告 下下一代人继续纪念 继续主的工作能够留下去 年长者 所以这个要给我们领水宝 知识 一个压力 每次讲到这个 所以他手下60个年长者 这是我相信很多都参加 我牧师这样看下去的时候 很多是热灵团契的 你们要做异梦 你们不能只有 拜三来一个团契 你们要学迦勒的祷告 他85岁那个伟大的祷告 要成为你心中 现在你慢慢走去见主之前 你说主啊 我的祷告要圣化 我的目标要圣化 各位千万不要被这些影响 年长了 忽然间就觉得 哎呀 看看孙我就满足了 就这样 我不是叫你不要看孙 我叫你不要看孙 现在很多人会骂我 对不对 我们孩子都在这边 但是不是以那个为满足 你们明白吗 如果你只有看完孙就完了 我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同工 不是啊 我们要讲道 又要看孙 我讲你的孙为什么要你看 为什么不是你的孩子看 我们大陆都是这个文化 全部要看孙 然后有一天 一个台湾姐妹 她就跟我讲这个 她是台北生命堂的 她说我的孩子在美国 我说孩子啊 你们生了 妈妈来帮你们看孩子 她的儿子说 我的孩子为什么要你看 她就跟他讲 我说哇 这真不一样 美国人啊 他们孩子生三个看三个 生五个看五个 自己看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 中国人是 我们生一个了 谁帮我们看 保姆来啊 爸爸妈妈来看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其实呢 这个也是一种炼经 炼 我们首尔基督生命堂的那个传道 她在四年里面没有回家 生了两个 然后我这次看到她 一个一岁半 一个三岁半 他们两个人又要讲到 教会就几个人 加上他们夫妇五个人 五个啊 他们两个 再加两个 不久前来一个 然后呢 主日讲到 周间探访 一对一 然后家务自己做 两个孩子自己看 我说这个东西 你们做得好 就是见证 我讲给他们 因为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season 人都会无助 人都会贪方便 但是神既然给你们那个条件 你咬紧牙根 靠主这样走过 当作是训练 这是一个超联 然后最后荣耀归给主 各位明白吗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这些见证 一方面 是有一种提醒 另一方面是一种勉励 我盘望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 每位弟兄姐妹去见主之前 都带有一个很荣耀的公义的冠冕 就是等候着你们 然后这样的心态去见主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在今天这篇道讲完之后 主 我们知道 这是你自己给每一个人的护照 让我们这两百多人 三百人来到这个地方 一起认识彼此 也一起同得恩典的时刻 让我们也从你的话语 得到挑战 得到护照 叫主的教会 的事情 能够深刻 生硬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只是找一个地方教会 来安居在那个地方 乃是在这个教会 要得着我们的基业 以至将来 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心 进去见主 求主祝福我们众人 盘望这两篇道 还有接下来六堂的信息 能够激励我们众人 能够带给我们的生命 进入另外一个时间表 我们感谢主 祝福我们晚上休息的时间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